6月28日,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,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达记者问,在回应澳美炒作中国间别传疑事实,吴谦可以说是火力全开,还不忘一句话将为打击, 在回答记者有关澳大利亚媒体报道,澳军舰,在访问斐济期间,遭遇中国间谍传监视仪式时,吴谦回应称,澳媒报道纯属无中生有,意向天开,坦率地说,澳媒可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国家的实力,中方既没有理由,也没有必要对澳舰进行所谓的监视行动,澳媒这种通过歪曲报道博取眼球的做法, 实际上暴露了自身缺乏常识,缺乏自信,在此我还想强调一下,新闻自由不等于胡编乱造,6月9日,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网站称,澳大利亚最强战舰阿德莱德号两栖攻击舰,在访问南太平洋岛国斐济期间,遭到了同样停泊在斐济港口的中国间谍船 侦察监视,澳大利亚媒体耸人听闻地表示,这艘中国船只,故意在同一时间抵达斐济,就是为了侦察澳大利亚最先进的军舰,而澳大利亚海军也充满警惕,宣称要采取适当安全预防措施, 据报道,所谓间谍船其实是中国远望七号航天测量船,这是和侦察船完全不同的两种船只,前者的主要任务,是跟踪航天器和运载火箭,是一种民用科学舰船,主要设备对天不对海,而侦察船则主要依靠电子光学技术来侦察对方的军事情报,是军用舰船,澳大利亚媒体将远望七号当作所谓的间谍船, 无疑是缺乏基本常识